大家好,我是倩默,欢迎来到我的频道 这期和大家聊聊在会计师事务所里边的工作内容和工作性质 以及进入会计师事务所工作需要什么样的素质 上一期呢跟大家介绍了四大以及其他的一些中小型的会计师事务所都干什么的 提供哪些服务 总结起来就分为审计、会计服务和咨询这几大块 四大呢是这几块全包 一般的中小型事务所呢就主要集中在会计服务这一块 业内俗称business services或者是compliance 我曾经在business services这一块工作过很多年 在四大以及中小型的事务所都工作过 所以今天就跟大家介绍一下在business services这一部门里边的具体的工作内容、工作流程 总结起来这里边主要的工作内容呢就做财报和税务这两块 一般来说客户的生意都会自己有自己的记账员 或者一些更大一些的公司 甚至会有一整个的会计部门 所以这些初始的记账资料就是事务所的会计师们用来作账的最原始的数据 事务所的工作呢就是一一查证这些数据以确保账目的正确性 对于不正确的数据以及做账方法根据会计准则进行修改 同时制作我们业内称为web paper的这种工作资料和工作流程 同时保存客户所提供的原始的资料 比如说像银行的对账单 购买资产的收据等等等等 这样能够清晰的证明这个做出来最终的账目每一行都是正确的 而税务服务的种类就有很多了 在澳洲最常见的例行的是这种每年的income tax也就是所得税的报税 包括个人所得税企业所得税等等等等 还有就是消费税GST的报税 包括年度的季度的月度的 除此之外呢也还有很多其他的税种的常规的报税 这里就不一一详细介绍了 在报税的同时还有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 就是帮助企业以及个人合理合法的避税 这个呢就涉及到对于税法的理解以及正确的运用 而且还需要对不同的法律主体有非常详细的了解 比如说像公司信托 个人养老金等等等等 那除了以上这些例行的税务工作以外呢 即便是规模比较小的事务所 偶尔也一样会接到一些税务咨询方面的工作 一般刚进入事务所开始工作的新人呢 会从最简单的个人所得税的报税 以及比较简单的GST的报税开始 消费税GST报税也被称为BASS 全称就是Business Activity Statements 报税呢都通过软件报上去的 税务软件的格式也是根据税务局的报税单的格式来设定的 不过填写报税软件中的报税表格只是最后一个步骤而已 在这之前呢需要对客户的情况 客户所提供的资料 以及相应的税法进行详细的分析和核对 经过这样非常详细的分析和计算之后呢 得出结论 而且同时需要把这所有的过程全部都记录在案 一般来说啊 Business Services这个部门呢 也是事务所这一行业里边工作岗位最多的 因为几乎所有的中小企业以及财产比较丰盛的个人 都会需要Business Services的服务 但是一般来说对于审计和咨询行业 比较有需求的都是相对来说比较大一点的公司 所以一般来说有一定规模的事务所才会去提供审级 以及涵盖面比较广的咨询的服务 其实四大的Business Services这一部门 和一般的中小型企业的这一部门 在工作内容上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不同 要说主要的不同点呢 就是四大的客户的规模要更大 接触到的产业领域要更多 所以学到的内容自然也要多很多 尤其是对于毕业生 同时还有呢就是四大的培训 应该算是所有的事务所里边最到位的 四大每年都会接收大量的毕业生 进入四大之后的头几年 跟自己在一个团队一起工作的毕业生 一块工作的时候 偶尔还是会生出一种同窗的近视感 因为大家每天都一起工作一起学习 一起看猪派的考试结果 一起参加培训的项目 当然那四大的工作强度 肯定一般来说是要比中小型的工作强度 要稍微高那么一点的 但是好在不至于在工作时长上 跟投行相提并论了 一般毕业之后就进四大 工作个三年以后 之后再跳槽的话 是一件相对来说还蛮容易的事情 四大也基本上会要求 所有的毕业生都去考猪派嘛 而且它是首推CEA 在澳洲 CEA确实是比CPA要难那么一点点 关于猪派的这一部分内容 以后会出一期跟大家详细的讲解一下 进入Business Services这个部门 需要有什么样的素质呢 其实如果你是毕业生的话 面试官自然也不会要求你什么都懂 因为即便你大学学的专业是快捷 基本上所有的本领 也都是在工作之后学到的 我在刚毕业参加四大面试的时候 曾经问过面试官一个问题 当时我问他 你需要我具备什么样的素质呢 然后他当时回答了我三个 我现在已经忘记了两个 但是对一个还是非常的记忆犹新 就是他跟我说 We need you to be a fast learner 意思就是我们需要你学的特别快 我觉得我一直都记得这一句话 可能是因为我这么多年来 对于这一点是深有体会了 因为会计师是一个 对专业性要求比较高的一个工作 可以说是靠自己的知识储备去挣钱的 所以如果你不能够尽快的上手的话 尤其是在四大这种竞争比较强烈的环境 日子确实是比较难过 但好在会计以及一些比较基本的税务 都不是什么艰难的科学嘛 所以其实要学得很快也没有那么难 在会计这一方面 最重要的一点 就对最基本的会计准则 有非常详尽的了解 说白了也就是大一的时候 咱们学的那本基础会计 就是accounting principle 还有一点 就是如果对作帐软件了解得很清楚的话 就是对容易上手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很多的重要企业 都是用市场上最常用的那些 作帐软件去处理他们的账目的 所以搞清楚 作帐软件的里里外外 就会非常的有注意 在澳洲现阶段市场上常用的 主要有Zero Mile 和Quickbook 等等一些软件 好在这些软件都有网页吧 注册一个账户 都可以免费进去逛一下 而且网上也有很多 如何应用这些软件的training package 那税务这一块的内容 就得靠自己辛勤的学习和积累了 基本上在开始工作之后 头两年内学到柱块里边的 睡法这一门科目的话 就会对你所在的这个国家的 睡法有一个结构性的了解 这样在遇到不知道的 睡法的问题上的时候 就可以套用 储存在脑子里边的睡法结构 这样就可以知道如何去查询了 所以如果你是毕业生的话 在面试的时候 如果能够向面试官展示 你了解事务所的工作内容 对于基础会计的内容 和市场上常用的一些作战软件 都有比较不错的了解 同时也了解一些非常基础的睡法 那这些都是面试的时候 非常好的加分项 那如果你已经不是信任了 在事务所工作了好几年之后 想要跳槽的话 当然跳槽去的那一家公司 就需要你去的第一天 就马上能够上手开始工作 那自然这个时候 就需要你对事务所的 整个的工作内容和流程 以及相应的会计和睡法的知识 都掌握得非常的好 公司面试的目的 就是为了找一个 可以和自己长期工作的人嘛 所以个人谈吐 性格以及工作目的 都是面试的时候 面试官会去考虑的问题 那审计和咨询行业的工作内容 和business services 这一块自然就会有所不同了 审计的工作 有自己一套严谨的审计的程序 和方法 澳洲大学的会计专业 一般也会有审计这一堂课 里边对于具体的审计方法 什么之类的 都会有非常详尽的介绍 当然了 据我所知 审计行业对于会计准则 也要求有非常详尽的了解 咨询就是各行各业 数业有专攻了 但是毕竟我本人 并没有在这两个行业工作过 所以就没有办法在这 跟大家详细的陈述了 好了 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 麻烦点赞留言 并且分享给你的小伙伴 如果你有任何的意见 或者是建议 欢迎在底下留言 那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